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身后就是福林的一大建筑特色 叫108凳 当时建灵者利用这个地势 为福林设计了108几的台阶 为什么呢 因为传说是采住这个 36天岗和712地沙 因为福林很多的建筑 包括大户门都在地平面 利用这个斜坡做成一个108几的台阶 而且努尔哈赤的灵亲就在山顶上 看这都是黄色的琉璃网当做扶手 是不是很壮观 我身后这个碑亭已经大门紧闭 不让柔客参观 因为这里边是康熙皇帝 给努尔哈赤立的神功圣德碑 里边这个神功圣德碑啊 是用满汉两种文字 撰写的 康熙皇帝的 所以说不让你看 很神圣 这座巨大灵寝的主人 就是努尔哈赤 清福林的牧主人 他从小啊 就是出生在这个 女真部落的一个贵族之家 而且他的少年时期 正是明朝啊 走向腐朽衰落的一个阶段 当时明朝啊 对所有的少数民族啊 采取的是以质疑的政策 加剧了各民族之间的矛盾 后来在一次战火当中啊 他的父亲 他的祖父啊 都死于这个战争当中 努尔哈赤为了报这个杀父之仇啊 就是不断的壮大自己的势力 结束了多年来这个女真部落的斗争 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八旗制度 就是努尔哈赤啊 创建的 以旗捅人 以旗捅兵 而且后来在这个万历年间 他就建立了大金国 年号叫天命 现在啊大龙就到了这个 陵寝院内主体建筑 龙文殿 三种文字 满文 和蒙文 还有汉文 当然了供奉的就是 清太祖努尔哈赤的排位 大龙啊 属于到这来找不同来了 大家看我身后啊 这是什么建筑啊 嗯 这座建筑啊身高啊 它跟我差不多高 它就是我们在明清地里看的焚箔炉 啊 在这里呢 不叫焚箔炉 叫什么叫焚箔亭 是不是很有意思啊 焚烧铸板啊神箔之类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内部 哦原来是这样的 跟这个其他灵寝都不一样啊 它并不是用这个 琉璃瓦啊 黄色琉璃瓦来做的 是不是很有意思啊 当我来到这个 呃 龙文殿 与这个 呃 方程 呃 显洁的位置啊 我不由得感叹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拥挤啊 对不对啊 而且 呃 棺果呀 如果说是从这个 二珠门的这个位置 从这穿过来的话 是不现实的啊 因为太窄了 但是从地基可以看到 这并不是后建的 应该是原来就有的啊 可能就是象征的一种 这个礼制吧 嗯 像这个十五宫 可以看一下 象征永久祭祀的啊 这是龙 啊 香炉 花瓶 最外侧啊是什么 竹台 对不对 虚密柱啊 有云纹的图案 哇 真的是很漂亮啊 哦 看这个 二珠门 哇 很壮观